大家好,我是蒂姆多多 上期我们家猫把跑轮给弄坏了 所以我又送了我们家猫台 跑步机 自今马上学会了开开心心 在上面跑得像捷豹一样 但是他们又三天没跑了 三天了 三天了 先是把我买了超贵的跑轮给跑坏了 然后跑步机刚放没几天 跑步机的这块电线被猎手给咬了 虽然看不清是不是猎手 但盲猜肯定是他 最可气的是 他还有共犯替他掩盖罪行 猎手 你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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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我真是服了他了 你们以后养猫千万不要养爆猫 就是猫戒里的哈士奇 天天搞破坏 咬电线危险吗 你干嘛要咬 可能是这个跑步机 电线设计在这也太突兀了 被猫咬也没办法 本来打算过段时间再学练金术这个技能 给猫做一个全金属猫跑轮 现在呢怕危险把跑步机给停了 没想到我家的猫 猫猫 猫猫这么响都跑步声 别说我家宝宝了 就连楼下的灵纸都没办法好好睡觉了 所以金属猫跑轮要立马开始 随便送手 想当金属大师 那自然是要整点金属 外公外婆 不修钢板有吗 有啊 首先呢 希望把四方五列的小轮给修复起来 好 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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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便作者做出了重型机甲板钢铁跑轮 怎么样觉得我学会练金术的 请把金属大师打在公屏上 来 猎手 为你专模量身定制的金属跑轮 走一下 不过猎手就走这么慢 大家是肯定不会满意的 我先在这里放一天 让他们适应一个晚上 隔天再来看看他们能在 我全新制作的跑轮上 能跑多快 不是 你现在怎么就已经跑起来了呀 不愧是我家的小豹子 半个下午就已经适应了 还三只同跑 妹妹甚至已经狂蹦的起来 OK 热身已经差不多了 是时候该让你们见识一下 全力在跑轮上奔跑的爆猫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那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猎手 经过这次我慢动作的特意回放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跑轮会被猎手给搞坏 你们应该也发现 猎手他会肉胆冲击 来 慢动作再看一下 就跑比一个两百多斤的胖子 在冲击着跑轮 那我们佼佼呢还是一如既往的 优美线条 看起来就像这小豹子 第2还是老样子 不仅能跑 而且能边跑边跳 挑嘛 但最令我惊讶的 竟然是妹妹 正常看他的脚都不见了 像一个UFO一样 慢放的时候 正有股脂脂糖浆的味道 我给你们看看正常速度 太强了呀 这么强的小猫咪 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 怎么样这么好的猫跑轮啊 预言家们随便说 我就不信猎手还能把它给跑坏 上期视频呢还有很多朋友 让我不要浪费这个猫的动能 把这个东西啊 改造成一个猫力发电机 那以我的这个手工能力啊 肯定是会把这个东西做的花里扑哨 点赞过十万好吧 点赞十万可能点不到 点赞过三万 让大家看看 这几只猫跑的动能 能不能给我们全家供点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可以点赞分享 爱你们哦 顺便再点个关注吧